陳克勤的意思是不要再搞這麼多政治事物 集中經歷搞經濟 這個也有點的 因為事實上那些只是講經濟 藍絲上岸那些 是Donald Trump 來了 好像湯文良那些現在都搞不定 湯文良都開始喊救命 你不要說搞經濟,補經濟也很困難 所以你看到 湯文良有一個指標 對經濟不碰的指標 經濟開始到頂 現在你經常說想穩住樓市 先後切了辣,然後又減息 減完一次又第二次 但是你看到湯文良竟然 嘴裡就說,嘴裡就說好 嘴裡就唱好香港的經濟,香港的樓市 但是現在身體就很誠實 不就是經常叫人衝自己鬆 他就是這樣 我看到今天,偶爾很重要的 零詩盡就是這個信報 也有說他的 首先湯文良 昨天就有人傳 就說 他Exactly他的Facebook 他自己Facebook這樣寫 就說太多集音 為免影響公司的銷售策略 就收筆一連 兩天之前說的 但是他沒有收過筆 他還有專欄 你真是這麼多廣告 你見到下面的留言 也有人介紹 湯博士說 Facebook看不到他 你在其他傳媒找到他 am730有吻 然後am730 賺錢這些東西 是升到的 升到的又有吻 然後am730 我見到也有的 我見到這篇文是最新的 就是講兩篇 一個是橙新聞 一個是星島 橙新聞說 還在折扣那些不買樓的年輕人 就說 用老闆的角度看 沒有房貸的下屬 就很可怕 沒有他扶 那些人就會折扣很小 不聽話 十幾年前我們經常聽的 我記得我臨走之前 已經很少聽到這些想法 這些是很 這些是很沒有本事的老闆 才會這樣想 即是以勞役 打工仔的角度 要請勞工 要請勞工 勞役打工仔的角度 即是有房貸的下屬 才是最穩陣 你要供樓的 然後我就把你插完禁扁 這些就是那些 黑薄老闆的想法 但是 他就 為什麼說封筆呢 其實他自己 是不是在Facebook裡面說了 Facebook他純粹說一句 太多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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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為免影響公司的銷售策略 收筆 但是也有些人這樣說 因為他一說之後 很多人就搜尋幾位集團的動向 是啊 這個林公子生活有記 他就說家姐要求封口 家姐要求封口 家姐才是真正的老闆 其實是 因為幾位集團 他是打工的 雖然他是高層 但真正幕後的老闆 是他姐姐和姐夫 他姐姐 他姐不是姓湯 他姐姓湯 他姐姓湯 他姐叫尿湯為海 尿湯為海 勒令他封筆 這就是估計 今天林斯進也是這樣估計 就是說 你收筆之前 你曾經解釋過 為什麼你要賣酒店 因為他第二次大單賣的 第一次之前 就是賣信德全層 38樓 然後 前天就是賣銅鑼灣摩尼神山道 的精品酒店 昨天還有力保中心 他寫漏了 三棟 賣得這麼密 又賺夠 你第一次賣信德的時候 就賺夠 第二次 第二次賣精品酒店 你就開始老實 他就說 任何一個賣樓的投資者 就算收一筆現金 都要應付銀行 零私進的說法 你這樣說 你說得這麼老實 我現在賣樓 你當然不是說自己 但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看得很淡 你之前都說 你之前都不敢敢說話 為什麼這麼坦白 其實是很自揭倉巴 如果你去賣樓 真正的原因 就是要應付銀行 封筆的話 你就被人感覺 你很不行 你怎麼站硬呢 所以你這樣說話 就等於叫做自揭倉巴 就等於給個機會 買家去挫價 是不是 所以 零私進就估計 你這樣自願封筆 你是自願封筆呢 還是還是你老闆 就是你姐姐 叫你封筆呢 大家心裡有數 他之前都說 他叫人衝自己鬆 就是小姐姐 是小黃哥特曼 也說 他姐姐是廖創輕 後庫 這位老婆 其實他之前 也有些先兆 比如 說拖拖拖拙拖拖拖拖拖拖 他就是出於私縁 潛在買家又因為銀行收緊的按揭,又沒有購買令,弄到市場供過於求,樓價就持續下跌 所以只要銀行不叫洞,就有你的市場復甦,很簡單一雙程遠的想法 你不叫洞,他就會復甦 但是說真的,銀行都是跟大環境做事,其實是跟風險去做事,只是做風險評估 而事實上,金管局已經出手了,金管局就說,已經跟銀行談了 即使你跌價也好,你沒有斷工,也不會迫你召洞 因為其實,如果大環境是差的時候,無差別叫人召洞,會造成恐慌的人 你看回湯文亮的舊鋪,銀行寧願財源都不做生意,投資者就要保守一點 你想一下,其實湯文亮慢慢都開始在喊痛,只不過是喊得軟轉一點 有些人說叫他DOTOR FILE 有很多東西,表面上你都可以唱好的 你先開始減息,0.75厘,然後又0.5厘 理論上,物業的價值都可以升上 那麼多理好因素,你現在幾位就反其道而行 在出現曙光之前,就相繼做了大額的沽空 自己是不斷割外,而不是趁低給納 早排師很搞笑的說,沒有錢給銀行call loan當然是慘 現在有錢不知道買什麼更慘 甚至乎說倒閉那些人是因為生意太好 找回那些舊鋪,然後再對比現在零詩進也好 大家在看幾位集團的動向,整件事真的很諷刺 你越來越這樣說,他當然有娛樂的作用 花生友很喜歡湯文良,雖然就是這樣罵他 他有一種財經ALECT的角色 你不斷說這些東西,很可愛 下面的comment很過癮,他在松北角的報告 湯博士你不寫東西,那我怎麼辦 你看看,都挺過癮的,懂得看留言 不要太看得起自己 你只不過是光好經濟上升的時候,就炒出財富 這樣而已,沒有什麼本事 懂了檔案才說 別有用心的人就是想你收筆 越是想你收筆,你就不應該收筆 不是啊,你看到粉絲來的,倒數計時三百六十四十日 所以說封筆其實是封Facebook Facebook是零射多多說的 尤其是說生意好才倒閉的怪論 是呀,都是在Facebook走出來的 但是他反而寫文的投稿那些,就比較正路 如果你看標題,AM730的篇文都不太樂觀 明年又不會平穩發展 他自己都這樣看 他精神分裂在玩而已 他那個人本身都在遊戲人間 我覺得很大壓力 如果幾位,接二連三這樣大丟出賣 你很難說服自己看好 你一定會被人挫家 這樣搞法是 現在,阿湯文亮愛國了吧 你應該要實際行動去愛國 那你現在實際行動竟然是賣樓 那你賣完樓之後,你會不會響應阿夏寶龍的說話 用實際行動去把這筆錢 去放進北區大都會計劃呢 你現在竟然說是來應付call loan 你都這樣說的時候 喂,那其他那些 譬如你說,剛剛見完阿夏寶龍 那二十九個富商 會不會看完這篇文的時候這樣做 你可能煽動了他們這樣 是呀,阿湯文亮提起我 他煽動了我去填數 應付call loan 那夏寶龍下次見 不是呀,他真的煽動到一個了 現在新世界 今天就是做股東AGM 然後很坦白地跟大家說 我現在首要的目標就是要減債 是呀,首先他就說 不是限制那些人說話嗎 小股東被安排去另一間房間 好像以前補習天王一樣 小股東 只能夠看影片 就不能當面向雞胖妹提問 有些小股東在罵他 有些股東提早一個小時到達 竟然進不了主場 因為這個人本身就是想過來維權 就罵公司 為什麼不直接給我們管理層提問 還壞了兒子 搞到公司虧這麼多錢 其實只是猜錯事 兒子本身就是想有作為才扑街 我們在說十年前 鄭志剛被人說是最有為的二世組 其實跟波仔的處境很像 都是想擺脫這個富三代陰影 自己想搞一番作為 波仔想做酒店大坑 鄭志剛想做這個商場之王 K11是他自己的品牌 你現在只不過成敗論英雄 如果他市好的時候 他就是英雄 你壞了便是Loser 壞了便是廢中 鄭志剛那些 當年他那個長沙環酒店王國 是個個都讚的 不是開玩笑 我找回舊報道 所以今天就找鄭志文 他的女兒出來頂 但是就算他現在 他股東大會都很保守 鄭志文是二妹 是二妹 也是講負債的問題 所以其實夏寶龍其實都很難強人所難 他說現在負債很多回購的話 回購公司的股票都沒有能力 會影響公司的賺錢能力 因為當日鄭志剛發展他的project的時候 他發了太多永續債 而這些永續債很影響派息 所以鄭志剛後期已經要不斷地回收永續債 他說得明白 他現在一句說話 就去膚顯了夏寶龍 任何要動用現金的其他活動 好像拼購一樣 一律不作考慮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要去到 你要新世界 為國家出力 為香港出力的話 都不會說不 例如你找我幫忙 你找我幫忙 去投資這個北區都會計劃 你找我新世界來擔保幫你借債 但是現在新世界的credit 是多少錢 大家心裡有數 網友都心水清 負債超過200億 負債超過200億 然後你叫新世界擔保 幫你去借錢 去發展這個北區都會計劃 你猜他借不借到錢 不要還我 借到就借 我自己都自身難保 我怎樣投資這個北區都會計劃 所以我覺得 其實浪費了 新世界的市值 現在才說180億 然後負債200億 負資產 其實已經是技術性破產 等於是技術性破產 那他一天還到錢 一天都未死 所以你會見到 他有什麼能力 可以幫你頂住北部都會區 我真的不知道 湯文亮說 有錢都應付call loan 其實新世界就是這樣 資不抵債 新世界就是這樣 其他呢 其他你不知道 大家心裡有數 所以其實最後來 最多就是幫你賣債券基金 什麼基建債券 基建債券 基建債券 你有三里幾息 那我就光顧一下你 捧一下牆 現在香港政府的債券 他的評級不是差的 有resale value 那你問我是新世界 我就買多些 對我來說 我的債務評級 都叫因為這樣 是可以捧上去